今年11月份,美国总统奥巴马将赴北京参加亚太经合组织的首脑会议 日前,美国副国务卿萨拉·修尔已经作出承诺 届时,奥巴马总统将直接向中共当局提出释放政治犯的要求 其中包括一直受迫害的中国大陆著名的维权律师高志胜 中国大陆还有海外的民主人士对此都表示欢迎 自由亚洲电台19号报道 美国副国务卿修尔18号在国务院会见了多名中国良心犯的家属 修尔承诺,美国总统奥巴马11月访问中国时 将向中共当局提出释放政治犯的问题 修尔还说,美国政府已向中共提出 如果允许维权律师高志胜近期就到美国来看病 并且和家人团聚的话 亚太经合组织的会议将在一个更好的气氛下召开 对美国副国务卿的这一承诺 六四民运人士方正表示期待 方正本人也是由旧金山华人 人道中国组织救助到美国的 我们其实一直有这种希望和愿望吧 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向中国政府 正式的提出释放在押的所有政治犯 尤其是向这些具有代表性的 像高志胜 希望他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 这些民主的西方国家 他是同上一个基本的普世价值 从道义上他们也是负有责任的 当天与美国副国务卿等官员会面的 大陆良心犯家属代表有 高志胜的女儿耿格 王炳章的女儿王天安 刘贤斌的女儿陈乔 张绍杰牧师的女儿张慧心 常伯阳律师太太邓贵勤和女儿常若宇 还有两名藏族政治犯的代表 以及陈克贵的父亲陈光福和叔叔陈光成 在这些美国要求中共释放的政治犯中 近期备受关注的是大陆著名维权律师高志胜 高志胜在8月7号被新疆沙雅监狱释放 但是出狱后仍然受到当局的严密监控 出狱后高志胜告诉家人 他一个人被关在黑房里五年 每天只有一个馒头一碗白菜 刚出狱时他不习惯见阳光 脸色苍白不太会说话 他的妻子耿和说 身高1米78的高志胜 体重从原来的160斤瘦到了125斤 大家都知道高志胜在国内所遭受的这种政治迫害 那是害人听闻的 就是因为高志胜所做的这些事 尤其是对法轮功问题 可以说是率先向中共直接的提出了这么一种挑战 这个就非常的具有象征意义 这也是中共对他残酷打压的重要原因 高志胜曾亲自调查法轮功学员受到的人权迫害 并向中共当局发出三份公开信 揭露真实情况 他还公开宣布退党 此后他长年遭到中共政法委警察的监视和骚扰 一直到入狱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共和党议员史密斯最近公开呼吁 美国在这个问题上 以不公开的礼貌的外交手段是不奏效的 他希望奥巴马政府采用新的思维 包括会见中国政治犯的女儿们 史密斯还推出了2014年中国人权保护法案 即美国政府对任何有违反人权行为的中共官员 拒绝发出入境签证 并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财产 谢谢大家 expertise 哈哈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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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